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神规托梦 相传春秋时期 有一天半夜里 宋元军梦见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对他说 我从名叫载路的深潭中来 是奉江神的差遣到河神那里办事去的 不料 半路上被一个叫于且的渔夫捉去了 元军醒来以后 叫人为他占卜这个梦 占卜的人回答说 这是神规啊 元军问道 渔夫当中有个叫于且的吗 左右的臣僚们说 有 元军说 传令于且参加朝见 第二天 于且来朝见送元军 元军问他 你打鱼时打到了什么呀 于且回答说 我打到了一只白龟 他的直径长达五尺 元军命令于且把龟献上来 龟被献上来了 元军不知道该怎样处置他 于是又去占卜 卜人回答说 杀死那只龟用来做占卜用 肯定会吉利 于是 他从两边把龟破开 又掏空了龟的内脏 然后 用它来进行占卜 结果 占卜了72次 一次也没有出过差错 孔子听说这件事后 感慨地说 这只神龟有本领在元军面前献梦 却没有本领逃避于且的往 他的智慧能够做到72次占卜 不出差错 却无法逃避破壳枯肠之灾 可见 智谋在身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 神机妙算的人也有料想不到的事情 世界上虽然有最高的智谋 也抵不过万人的谋划